香港時間約莫早上8點 本來一節都是講軍事 但我轉為講另一件事 因為這件事就好像戰爭危機迫近 而且中國和西方關係可能會更加差 就這樣的 這是中國突然間宣佈管制無人機 這件事是怎樣的 就是9月1日開始 不讓這種規格的無人機出口對中國 除非得到批准 而這個是涉及中央軍衛的 公告是指 中國依中國出口管制法 對外貿易法和海關法的規定 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 並且經國務院和中央軍衛批准 決定對特定無人駕駛航空飛行器實施 暫時出口管制 針對達到在操作人員自然視距以外 能夠可控飛行 最大續航時間大約等於30分鐘 大於或等於30分鐘 而且最大起飛重量大於7公斤 空機重量大於4公斤等高性無人機 由本公告至9月1日起正式實施 暫時管制實施期間不超過兩年 OK 而這個公告也說明 如果你有無線電通訊設備 攜帶具有拋頭功能的載何 或者自大拋頭器 帶高光普相機 具一地精度的雷射測距定位零件 可知乎非認證載何等 在臨時管制期間對指標未達到 現有管制指標和第一條管制指標的無人駕駛飛行器 出口經營者明知道或應當知道出口 將用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國散恐怖主義或軍事目的不得出口 這件事呢 我就覺得很簡單 中國兩件事 這件事其實就是中國百明幫俄羅斯 什麼啊 百明幫俄羅斯? 現在烏克牙買無人機 和俄羅斯買無人機 那個渠道完全不同的 OK? 這件事是充足烏克牙而來的 我剛才說的那些無人機 應該是大疆那些大型的無人機 因為那些不會是途中這一種無人機 是大型那些 因為那些你見到烏克牙的魔改道呢 可以投擇 不要說大腳 很多中國的一些 其他廠都會有做 它可以投擇一些在何 它指定說 那個公斤是七公斤 它應該是指那些可能會帶到 相機的炸彈那些 那些 因為現在烏克牙的魔改道就是 將一些手榴彈 或者一些甚至去到溫壓武器 已經玩到溫壓武器 即是溫壓手榴彈那些 改裝 然後就改為用空中頭頂 台灣也都有吹出一些 可以做空中載河的一些工具 那變成怎樣 你帶了一些無人機 你也都是可以 我是雲貨的那些 三公斤 四公斤 四公斤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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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可以去到七公斤 那些 那些的話 是可以 可以載一些殺傷力的 其實 烏克牙在這裡 我也不少休息 因為現在以前 大疆可以用後門 不讓烏克牙 不要說大疆或者其他中國的公司 不讓烏克牙用衣機 進行對付俄司的用途 但是現在 你看到大反攻的期間 基本上 中國 後門已經沒有用了 應該在美國那邊 有人幫他們魔改了 那些東西 烏克牙自己也魔改了 烏克牙 烏克牙很厲害 烏克牙安全 那 變成 他魔改了之後 就算中國 出茅招 要走去 意圖出茅之 意圖干擾 那些無人機運作都沒有用 只要有 Under 在這個 Starlink 的 coverage 之下 或者美軍的其他 因為 美軍 問 SpaceX 買了一堆 Starlink 的 衛星碟 買了五千個 Starlink 那些 衛星碟 那五千個 Starlink 的衛星碟 是 完全由美國國防部控制的 Eormusk 沒有辦法 制裁他們 Eormusk 是放棄了 控制權的 那些是 DOD 除非美國國防部 不給錢 Eormusk 不可以阻止他們 在哈利米亞的使用 那些是特別的 那些應該是為大反攻而設的 那些是Eormusk 管不了的東西 如果純粹 烏克蘭國防部 問Eormusk 就未必 和到 但是如果是 美國國防部 問Eormusk 因為SpaceX 美國國防部 是SpaceX的主要大廈 Eormusk 沒有辦法 一定要屈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 烏克蘭有一堆民用無人機 不斷地 進行這個大反攻 因為有這堆民用無人機 現在變成烏克蘭 真的可以超遠距離的 那些 長途湖的軍用無人機 就可以執行 就抽出來 就可以執行 襲擊俄斯的任務 我相信這個是 因應普京的要求 作出的 這個很遲 因為西方 現在首購大無人機 因為你知道 現在是西方國家 現在你要用 我剛才說的 規格的無人機 其實要考牌的 其實要 規格的 你不是隨便買的 現在已經 因為那些要登記 其實在德國要登記 你要登記 你要規格 要規格 在這個同時 其實很多 不記得 試驗送貨的公司 其實很多 就給西方國家政府買的 烏克蘭那些自然人士 就是那些捐助者 捐了 你的機器過去烏克蘭 進行很多 不同的用途 就是你看到 剛剛有說什麼 雷射測距 那些很明顯是 想管那些偵察用的機 因為偵察那些機 都 你見到的 烏克蘭很明顯 用無人機好很多 很明顯 所以這件事情 你說中國是不是擺明 幫俄斯 我說的是 因為 烏克蘭買機 一定是西方渠道 烏克蘭買機 直接問 烏克蘭買機 直接問中國解放軍會 喂 這些這麼不公平的事情 我覺得 其實真的要 制裁中國 你中國 就是擺明 幫普京入侵 別人國家 這是什麼 屌子有沒有行為 就是 我覺得 這個習近平 真的是人渣 He is real evil 這方面 我就 你黃河孝子 那些 你去牛肉 或者聽 那些奸移 你去地獄吧 我在這裡很清楚 你們中國人 不用在這裡 這麼多 雅之下做摸 即走 我立刻踢你走 有些人說 什麼 那樣子弱智 那些肯定是牛正牛的 中耀牛 那條國安 是不是 我全部都 丟到你 好沒有 因為我現在看到 就是 我自從 我 正常回 所有的事情 開始 那些交通 正常回 我就知道 這是中國 那種卑鄙無恥 那種 打超限戰那種卑鄙無恥 你其實 都很明顯 的 你說中國日後 我也說 如果中國日後 有蘑菇人 有什麼原因 很簡單的 做得更糟糕的事情 就怎麼樣 你 你 我認為 那些人說 黃先生 你用不著這麼說話 不是 用不著這麼說話 是中國人 一向都已經 即是怎樣 你還在想著用 即是怎樣 我看到有些 用那些 印度那些 印度那些 設計 我都知道 那些中國人做的 印度政府應該禁止 中國人用 印度的混沌服務 這個 因為這個是國家安全問題 說真的 這個 真的是國家安全問題 我不明白 但是 Anyway 這個是一個原因 因為 要幫我 但是另一個原因 應該是 NXP的問題 現時大部分無人機的 中國人說 大疆很厲害 對無人機 對無人機的晶片本身 不好意思 大疆沒有這個技術的 大疆是不具 中國這些體力很厲害的公司 它是做 System Ingrator 大疆的無人機 大部分 它是用NXP的晶片 用NXP toolkit 當然你說 摩打 中國自己有 電池 中國自己有 但是你說 裏面的晶片 OK 晶片 關鍵的晶片組 是NXP 如果中國要進行戰爭 台海戰爭 OK 中國自己知道 如果現在我持續出 西方對中國進行出口管制 遲了問題 This is the matter of time 就是對NXP的 那些無人機的晶片組 進行這個 出口管制 This is the matter of time 因為 要是NXP 就是Intel 但是Intel基本上 現在一定不會賣給它 Intel OK 所以另一個就是NXP NXP 它 荷蘭的 荷蘭政府都會有壓力 如果中國有可能會發動戰爭 不賣給中國 這個時候 中國自己也要估算 他手頭上的無人機 夠不夠好 如果他真的要進行台海戰爭 所以這是一個台海戰爭的警告信號 我不是和他開玩笑 當然一方面是幫我先 另一方面就是 中國會不會把所有 扣起了 那些大疆的機 不准出口那些機 給俄國 不會 有一部分應該 中國政府應該會和大疆國 那些機 是我的 因為他要儲機 他要出手頭上 因為你中國一定 如果你台海戰爭之前半年了 中國應該會被人制裁到很重要的 你香港買什麼都買不到 有很大機會 買什麼電子也買不到 因為中國要考慮就是 他手頭上 怎樣 現在 他會怎樣 他可能也有問過大疆 中央官方那些也有問過 你手頭上還剩下多少NXP的晶片 還有多少NXP的晶片未到貨 但是已經訂了 已經在顧及中 因為台灣 應該是台灣出口的 因為台灣政府也有可能會扣起這些晶片 也不奇怪 但是都是台積電的 因為NXP很多台積電 用台積電的代工 那如果這樣的話 中央政府就會怎樣 要求不要出口 他可能會和大家說 類似這些公司說 所有無人機 這個規格 這個型號 所有無人機 我的 全部賣給解放軍 由解放軍處置 解放軍比不比我好 解放軍中央官衛自己決定 所以為什麼這個命令是涉及中央軍衛 一般是海關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中央軍衛 因為中央軍衛要收起機 因為他知道無人機他有用 但是如果知道無人機這麼重要 雙方都會 進行這方面的競賽 他也都 中國也都擔心 就是西方 為什麼不斷賣無人機 然後 他魔改了裡面的軟件 然後 我們襲擊中國 然後我們 如果真的和台灣打仗 才會襲擊中國 所以 這一件事情 是一個很明顯的訊號 就是要台海戰爭張臨 NXP其實是一家很關鍵的公司 NXP NXP是Philips的企業部門 我都說Philips三兄弟 Philips Philips Semiconductor 三兄弟 一個是NXP 一個是ASML 兩家都是critical 然後第三家就是台積線 因為台積電 本來的大股東是Philips Philips 和台灣政府 後來Philips 就 開始 Divest 即是 開始把 那些Semiconductor 上面的投資 spin-off 那台積電 就變成 throating 即是上市 上市之後 大部分 由基金武差 ASML 也是 上市 然後基金武股 變成基金武股 然後 NXP 因為NXP 有些業務 都賣了給中國 都很少 那些 安泰半導體 就是 NXP 的一些 基本元件部門 沒有錢賺的 那部門 超級沒有錢賺的 他就賣了給中國 然後中國 公司 就利用 安泰半導體的EU 身份 打算買英國的晶片廠 誰知道 英國政府 Bros Johnson那時候 就一下子那麼低 Bros Johnson 政府期間 就說 不要這樣做 然後卓惟斯 正在做手上的時候 就停了 是這樣玩的 所以 這一件事 應該是跟 晶片有關 跟NXP的關係 很大 好了 但是 你現在就說 喂 在西方很多國家 民用的 無人機 因為大疆便宜 DJI便宜 其實最後的結果就是 西方的 民用無人機 民用無人機 會自己做 不會 其實 這裡說 什麼大疆 什麼技術 西方要在這方面 追回 優勢很容易 中國 說人家是便宜的 如果大疆這麼厲害 你就不會依靠NXP的晶片 對不對 你說 摩打那些 那些是西方 可以自己做的 可以自己做的 這些 沒有說不行 是貴一點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無人機 有軍用市場 有龐大的軍用市場 如果有龐大的軍用市場 的話 根本上西方的廠 不介意 重開生產線 根本不介意 甚至可能一些軍用公司 參與其中 對不對 很均盟養 對不對 最主要的 我有DOD的大單 我有MOD的大單 接著怎麼樣 其餘的單 民用的單是賺的 有什麼出奇 軍用工業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民用工業的後台 的後盾 來的 對不對 你很討厭 你中國這麼玩 我告訴你 肯定 首先 這個人 應該會狂搶無人機 應該整個西方 世界 都會 怎樣 那些無人機 大埔些 都很難買到 應該很快賣光 但是 接著 就會 西方國家政府 就會問一些西方的無人機公司 就是願意做軍民運用的那些 然後 為什麼盡快 盡快 弄到廠 盡快 而已 不是難 甚至有些低規格的無人機 是可以 軍用無人機可以變成民用 Modify 怎樣 這些部分是share design share chip share 不要開 這個 中國管制無人機是一個短暫的戰術上 他們想摩俄斯也好 為自己的 美外台的戰爭也好 但是長遠 因為核心技術 最重要的軟件 最重要的晶片 最重要的晶片 在西方國家 這個最終就是怎樣 西方 de-listing 擺脫對DJI的依賴 都不是壞事 因為你要知道 無人機不是很耐用的東西 如果你隨時可以收購DJI的20無人機 然後投放烏克人戰爭 因為無人機 你被人發現 或者打仗打就散了 你可能投放 你可以進行十次到二十次的偵察 或者襲擊行動 或者power search 你已經有賺的 已經賺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實在說 我何必要 怎樣 我可以西方國家和共民說 幾個可以噴到農藥的無人機 我收購來 沒有了 當是軍事 我換一部新的西方製造的無人機 我給trainning 或者給pass 給特衛 但是那個中國之前DJI做的機 我送去烏克蘭 給烏克蘭老改 改完之後怎樣 怎樣 你殺了五個俄軍也是 我認真 你殺了五個俄軍也是 但是那部東西 可能已經用到差不多十名 沒辦法 這個是戰爭來的 戰爭的可惜 這個是會的 中國突然間管制無人機出口 是有信號的 一方面代表中國要幫俄司 另一方面就是 真是 中國是積極必戰 準備打台下戰爭 所以我和大家說 要走早 不要當戰爭不存在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不是打算打仗 你用什麼做出口管制 有錢不賺 現在中好人有錢 中國 隨時最後一個 真的會找到增銀的出口項目 就是無人機 你現在好人有錢 俄烏戰爭期間兩邊都要機 就是你兩邊的錢都賺了 你為什麼不賺 問題就是 現在中國要打算打仗 他自己 習近平不是為了賺錢 習近平是要打仗 這個才是問題 我想大家要意識到這個事實 現在習近平不是賺錢的 如果以前 江澤民是蚊心花打踩的時候 OK 這個沒問題 不是的 這個不是蚊心花打踩的東西 但是 這個是一個 神經病的年代 這個才是慘的 所以我對各位的中國 就是不要走趁走 有戰爭危險 戰爭危險是實在而是存在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 你不要當我說的話 是耳邊峰 這些不是耳邊峰 你當它耳邊峰 我是隨時出事的 所以你現在 我這一節早上 我突然說了無人機 不是說防衛白書 你明白嗎 其實真的很容易有加速新聞 我告訴你 我剛才也說一些軍事 說出口管制 美國隨時 美國也要出口戰虎給台灣 如果出口戰虎給台灣 如果那個量夠的話 真的可以移為平地 如果你真的玩決戰境外 香港隨時成為戰爭目標 怎麼會出奇 我想 那些人以為 香港怎麼會有事 你知不知道陳水扁的決戰境外 是玩什麼樣的 美國很明顯知道 一定是玩決戰境外 因為你中國把銀樣 隨時如果香港作為襲擊基地 你怎麼會不捐入戰爭去變 當中國捐入戰爭的時候 任何城市都會捐入戰爭 不要那麼天真 任何接近台灣的城市都會在戰場下 這個是烏克蘭的經驗話筆 告訴大家很清楚這件事 什麼別爾哥 你不會 你今晚連俄司的城市都可以 什麼叫別爾江市 別爾哥和俄德都可以捐入戰爭 有什麼事 好了 一節講到這裡 下一節就是香港時間做 香港時間晚上